Hello大家好,我是永恒,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可以带来一个,这叫三国战绩的一个斜凤至天版本啊 这个版本的话呢,我不知道会玩吗玩过了,我之前是没玩过啊 这个呢,是一个老板点播的,叫做阿B老板啊 在这个119的技术上做的一个改动 可以看到呢,可以选很多敌方的角色啊 我们这里呢,选的是一个陆逊啊 然后呢,这个版本呢,我感觉怎么说呢 可能也是这个修改的时间太早啊 反正这个版本呢,感觉比较淡疼啊 这是我玩完之后呢,一个感受 可以看到呢,陆续是可以一直跑的啊 这一点呢,跟这个分散写还不一样 然后呢,这个前A下上A各种闹路都有 最后呢,咱们来看一看啊 可以看到呢,这个人物的这个四下A的这个平A非常的怪 看半张,而且不掉血 你看这吧,首先呢,攻击判定呢 他就感觉就像打不时尚似的啊 然后的话呢,不掉血 你看跟这个下上A的三角剑 以及呢,前A的这个冲锋的这个剑 这两招相比呢,就完全就不在一个掉血线上 所以说呢,这个改动的东西呢,还是有点 反正我还是理解不上去啊 因为他这个好像是很多年以前的一个版本了啊 各位呢,姑母这也没见过 这里呢,我也是就是做一下子给各位看一看 可以看到这吧,完全不掉血 就这个三下A啊 之后呢,这里张灵剑呢,我还没开上连发啊 就这么地了,本来像张灵剑呢,打个连结 之后呢,他这个游戏呢,出门的命给的比较多 出门是个三命 之后呢,打一个三这个三四下A,扒拉扒拉 然后呢,打下山A前A的互接就完事了 这里没有别的啊 就那几招,然后还有一张旋风剑 旋风剑也不掉血 最后试一试这个陆续的必杀 可以看到呢,这里是有必杀 这是一个超杀 超杀呢,还算说得过去啊 超杀呢,像现在的无双版里边C陆续的那个必杀啊 跟那个是基本上是无处于这 然后呢,也掉血还行吧 不都算不掉血 最后可以看到暴戏以后呢,前一变成多段以后 啊,这个伤害明显就上了点了 然后呢,我这里呢,这个46A看看掉不掉血 也不掉血,你看是吧 掉血的猛掉血,不掉血的啥也不吃 这个玩意儿 然后对的话呢,这个攻击判定呢 也比这个风云再起来的要 要不持久啊 我这里只能用不持久来形容 而且你可以看到呢,这个连招的话呢 很难能完美的把这个招子接上 啊,这就是这个版本呢 我所玩过之后的几个体现 啊,几个体现 这样呢,第一关的嫂子呢,直接带走了 而且呢,你又出去看啊 这个嫂子血量非常的高 这里呢,抱的这什么玩意儿啊 好像抱了一坨扁别 竟然还真是扁别啊 然后的话呢,抱了一个这个会跳的蛋 啊,咱也不知道是干啥的 咱也没敢问 好,这里呢,可以看到呢 这个下火焰这个血量 你看是吧 前面瞬机的时候就说过 斗子的血量很多 然后呢,这个陆迅这个人 好像还算这些角色里边比较厉害的啊 这游戏呢,我玩的这个角色呢 也不多 就玩过两回不三回 我记不住了啊 反正呢,这个陆迅呢 横向一对比呢 在这些人物里边呢,还算是厉害的 而且你看到这个下山也有个强制倒地效果 也就是说呢,你下山也呢 不能用好几段啊 你只能用一段两段就结束了 之后呢,这里就去 前A下山A 好 没有别的招 当我这游戏打到第二关的时候 我就已经放弃了啥呢 放弃了这个 触动攻击了 放弃了平A了 彻底气了 没用了 好,这里呢 是勾引夏侯元出这个啥 出这个战役的破定 然后你看这两招啊 互接的非常的不适合 可能也是我手包时 反正这玩意都没嘴 最后呢,这里勾引对面的破定 然后呢,继续 两个千亿互接 现在为止好像至始至终 没打拳四招一试 这里又呢 看看前A的互接能不能行 发现呢,前A的连袖互接也不行 好 这个位置呢,前A下山A 拿下来两招元 伤害呢,还是够干 虽然说呢,这怪的血量呢 变成了两整条 当然呢,这个伤害呢,也够干 给那个会跳的弹剪起来 我看看干啥的 最后呢,第三关的关起Boss 张辽啊,依然呢,能用这个熟悉的套路啊 这里呢,我也是不带费劲了啊 直接呢,就用这个熟悉的套路 咳他就完事了 不然的话,这个陆逊扒了这个Boss 是真费劲 好,乌与熟悉的套路 那么呢,咱们呢,也依然熟悉的呢,给各位倒一倒 好,这样呢,可以看到呢,画面一倒啊 直接呢,就把这个战僚倒死了 然后呢,咱们就看看下关的吕蒙吧 每一关咱就看看关起Boss就完事了 因为呢,看多了,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好,吕蒙登场 吕蒙这里呢,陆逊不知道有没有伤害加成 这里我也不了解 我这个位置呢,是想撞个什么玩意义 过去撞个东西 对后呢,张力剑,接触 张力剑打吕蒙的伤害呢,还是依旧 然后呢,A,前A 这打的什么玩意义呢 调费碟 按摇就打就行 这吕蒙谁是没东西啊 费盘控 下上A 他在下上A,第三段是强制倒地 让我实在是难以理解啊 这为什么要做成这样呢 好,前A,下上A 前A,真连不上啊 这版本不当可以玩玩吧 反正我玩完之后感觉挺怪的一个游戏 我只能用怪来形容 好,这里继续 捐起一个新S飞碟 飞 还是没打上 这里基本上就是打的是个散打活 可以看到 就是靠着这个玩过119 知道这个boss大概出的招 因为他这改版的boss招变一变 我也不知道 然后呢,等boss这个按119的破顶 把这会跳的弹口捡起来 来一下吧 这弹真跳啊 你看,你看 得得得 一定有意思的 然后这一关的话呢 因为我当时跳的所词 咱就不看巧了 咱就看这个幻境吧 幻境这里呢 我当时呢也不知道 我就破了个阵啊 然后呢,幻境里边是俩旅布 一黑一白 啊,俩怪 这俩怪应该也白给啊 因为这个19的旅布本身他就少 好像这个黑的不太少 啊,这个黑的的话 应该也是这个 叫做这个神旅布啊 或者真旅布的一个原型吧 啊,这怪应该是葛 二代里边的一个真旅布 逃了过来的 然后可以看到呢 这怪呢出这招呢 跟这个二代就那个群生骂啊 有点像 啊,咱们这里呢 就走走位跑回再揍就完了 这下应该是累积了 居然没累积 那我把四招又是打全了 我挺厉害啊 好,然后有一个旅布没血 我这里呢就先揍一个 啊,两 两者我先杀七 之后你看这个白了八级的旅布 是不是一副傻样 哎,修剑其手 完了 他这个招呢 我每次我看他这么一抬手呢 我就以为是啥呢 我就以为是那个 就是旅布那个八级无双呢 我也没有一点躲避的这个意识 结果呢 人一抬手就死 人一抬手就死 啊,典型的傻子嘛 我说 好伤害啊 修剑 这里修剑也不厉害啊 毒气也不厉害啊 感觉这游戏 啥气味道具都不厉害啊 好,继续呢 前一下场A 啊,这旅布的血量呢 还剩一条血的一半多一点点 之后呢 这里接着来 好 调个毒气 尋一下 好 虽然是被傻子旅布打了 白傻子给我揍了 然后他的这个电 他的电还能电着我啊 兄弟啊 我傻啊 好 这是骗个暴击啊 因为这个暴击不骗的话呢 最后这下血量呢 打不死他就隐身了啊 将会非常的影响 所以说这个暴击片子 非常的厉害 好 这样呢 拿下这个黑的 咱们再把这个白的揍死 就完事了 这白的反正不用傻了 啊 这白的我想起来了 白的直接过关了 那咱们来看这黄盖吧 你看到这黄盖 看不着 长这个屌样啊 然后你注意看 我刚才A了几下4下A 啊 我那几下4下A的话呢 这个根本就不掉血 之后呢 这是一发电剑 这是一发兵剑 咱们来看啊 这个兵剑电剑呢 还是一样 还是跟这个19的兵剑电剑呢 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区别啊 不能练招 还是一下属性剑的效果 然后这个 咋说呢 不太好用 已经这么回事吧 你也不能说不好用 因为属性剑本身还是很强力 这里可以看到呢 我打了一个三下A 接了个下上A前一队护戒 反正我打了这么长时间啊 没发现有别的太好的练招 我到各位 有没有懂这个版本呢 知道没啥连招 可以告诉我一下 好 之后呢 这里呢继续 再来 然后再说肯定有不少人会问 不对用呢 那我知道 我告诉你 我得去哪 告诉你呢 一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啊 我给各位简单说一下了 在 大概字母师平 然后再会的抖音 两个地方呢 都能告诉我 这里有牌还血不见掉血了 好吧 现在 在打的倒手第二关的时候呢 找到了新的一招 咱们呢 接着跟你说地方 咱这俩地方 然后呢 这个 你可以搜索发神兵这个ID 每天晚上七点半左右 一定是往左 记住点 然后呢 下一个APP 之后呢 你就可以告诉我了 然后这个第七关 最后的双帽子呢 是一个操操 加一个环境里边的一个铝布 这个两个 哎 这个操操还不像普通的操操啊 一个五神伞 咱也不知道 这是不是普通操操 打着看 这里呢 神兵比躲了对面的一个铝布的笑 然后呢 亏了牌 定路 之后呢 前A 下山A 前A 下山A 前A 好 然后呢 这个还有个石头叔 还有个银沙1 还有一个修剑 我打这么穷呢 这游戏玩的 对面呢 开了个必杀 铝布也开了个必杀 我也开了个必杀 这样的话呢 三必杀 巨手 我成功躲开 然后这关我估摸着 这个铝布应该也不用打 因为你注意看 这个铝布的血条 跟幻境里边 那个白铝布的血条 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应该就意味着 这个曹操死亡 就结束了 所以说呢 咱只要把这操操 可死就完事了 那我为什么要 造这铝布 我不是傻吗 这地方呢 因为也是普通难度 所以说呢 我就跟对面 抢带就完了 这里呢 必杀走必杀 这曹操这必杀 怎么慢呢 来的 跟平常19的必杀 节奏必杀 略慢 之后呢 这里呢 是用这个 偏的女神医 先揍一套 然后换个兵剑 看兵剑掉不掉血 兵剑来个 无限兵啊 这有无限兵 但是不好兵 因为这个陆迅 这个BA的话呢 傻得离谱 这好像可以AA 护解兵 但是也不好比 咱还是换成铁剑拔了 ABA 这无限兵啊 真菜 好 还是换成了铁剑最后 决定用个铁剑 然后呢 骚骚这里呢 又开必杀了 咱们这里呢 利用铝布给咱们打倒 倒地的无敌 躲过了骚骚的必杀 然后呢 接着揍 好 给一个这个地盾 再见了 骚骚 傻子 这 咱们去掉血 还有加血 不给我不放了 这地盾 恶事嘛 好 这个位置呢 接着揍 不是这个后边的傻子 铝布 我怎么掉那儿去了呢 哎 谁给我整那个缝里去了 掉缝里了 这不扯 走回铝布 谁给我打到缝里了 啊 这铝布是小兵的形态 看完张 铝布是一小兵的形态来的 所以说打铝布可以无限连 啊 要求我打boss四招一次 打小兵是无限连 啊 然后 这铝布这血 是多少啊 跟我玩这招 我防那招 等我讲 没用啊 千万别给我玩这招 好 这里呢 蹭到铝布的火焰里 再骗个暴击 然后下上一前一的一个护接 啊 这里就闭眼睛出了 反正我也不怕死了 我都死这个点啊 OK啊 再次呢 骗个暴击 这样的话呢 咱把这个武神啊 或者是操招 再给他拿下 我这里好像想把铝布先揍死 我看看这铝布多少血啊 我玩的挺强 铝布死了 看完张 真正的高手 一个都不剩啊 你给我打boss 我打死一个痛苦玩 我不 啊 我偏偏两个都打死 是人就这么贱 好 这里一个堆 然后呢 最后呢 给这个一下子 递杀带走 啊 这就是那个 散播战绩的一个斜风之天 大致的一个流程呢 也就是如此啊 是吧 这个怎么说呢 感觉改的比较粗糙啊 就是个人的一个意见 改的比较粗糙 玩过的几个人物的话呢 感觉 呃 收盖也不好啊 然后呢 照一招之间的衔接呢 也不到位啊 普通攻击呢 基本上被削弱成了没有啊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呢 因为模式是19的模式呢 玩起来也不太难啊 总体来讲呢 就是如此了 好了 这里呢 是感谢各位的一个收看 我是本期的解说友好 喜欢记得点个赞啊 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